副总统赖清德子弟斌 前行政院发言人陈宗燕 因为接受性招待的事件 火速辞官 外界盛传 这是派系恶斗 剑指赖清德 总统之路是否受阻呢 前行政院长苏贞昌 手术之后 昨天首度公开露面 他出席了子弟斌的 后援会春酒 苏贞昌也表态 会支持赖清德参选 下一任的总统 而被视为可能的竞争对手 隔魁陈建仁则回应 赖清德是相当优秀 合适的人选 前行政院长苏贞昌 手术后 首次的公开亮相 跟副总统赖清德 一同出席 立委吴炳锐 兵友会的新春团拜 两人互动很热络 苏席立委们台上站一排 包含张鸿路苏巧慧 苏贞昌又大家支持 自己的子弟斌 话锋一转也率先表态 挺赖清德选2024 包括我 包括吴炳锐 包括张鸿路 包括苏巧慧 我们都要拜托大家 受性招待事件 被认为是剑指赖清德 党内派系之争 浮上台面 苏信此时大动作送暖 引发2024 新苏连线的解读 在民进党特别困难的时候 在民进党特别困难的时候 我们感谢赖清德副总统愿意出来承担责任担任主席 那几乎已经是跨派系的大家都认同赖清德副总统赖主席 就会是我们下一任民进党的这个总统的候选人 所以我想这个并没有拍戏之别 背识为赖清德角逐大卫可能的见证对手 葛魁成建人这么文艺 我在担任副总统的期间 也曾经跟赖副总统共事过 我发现他是相当优秀相当合适的人选 相关的选务我们也尊重党部来安排 赖清德剑任党魁之后 尽管大刀阔斧党务改革得罪不少人 但放眼总统大卫已有定于一尊的态势 记者夏宾先生台北报导